OK来我们请看到下一页的第十页 这边我们介绍所谓的等差数列 等差数列其实在国中的时候应该有讲过 有讲过这个同学们应该并不陌生 所以这个就有点像在复习的感觉 好像在复习的感觉 来顾名思义等差数列 我们一样好 我们很多数学名词 这个中文的名词 中文的数学名词 它其实都会有那么一点这个意思 在做一个说明 像这个等的意思就是相等的意思 那这个差呢就是一个差距的意思 然后呢数列嘛 数列我们刚刚上一节强调很多次了 只要是按照一个顺序 按照一个规则 按照一个公式去排队排队排队 就叫做数列 那所以现在我们第十页所讲到的等差数列 它的规则就是叫做有相等的差距 来所以大家看到第一行这边 第十页的第一行这边 一个数列如果 后向减去前向 请同学把这几个字一定要把它画起来 后向减去前向 所得的差为什么 定值 所以注意后面减前面 一定要后面减前面 不可以前面减后面 所以这个地方老师再次强调 再讲一遍 后向减前向所得到 因为是减法就有一个差对不对 这个差如果是一个固定的数 定值代表固定的数 那么这样子所产生的数列 我们就把它的名字叫做等差数列 所以注意再强调一次 后向减前向 那后向减前向可以像 大概是什么概念呢 老师大概简单写一下 比如说 比如说我可以用 我们如果用那个像素来写 对不起不是A1 挪立起来 比如说A2减A1 它就可以是一个后向减前向 数字编号数字比较大的 减调编号数字比较小的 而且它刚好差1 比如说A2减A1 或者是老师随便写 比如说我如果A7去减调什么 A6也可以 第7向减调第6向 A7减A6 甚至我们如果讲大一点 比如说A500 去减调什么 A的499 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 如果今天你的这个数列 很多很多项 多到五六百项的时候 我们去检观察 去检查它的第五百项 减调 减到第499项的时候 它的差距还是一样的时候 那么就叫做 这个差就叫做什么 公差 所以下面第二行有两个字叫做公差 也把它圈起来 这也是一个名词 公差 那么 所以刚才我们这边减了之后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说 A2减A1 或者是A7减A6 或者是A500减调A19 都可以 只要是后面减前面就好 而且要差异而已 你不能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 A7减调A5可不可以 对不起 A7虽然是后项 A5是前项没有错 但是他们是不是差了两项 中间隔一个第六项 所以你A7减A5就不对 你也不能说 A500减掉A400 那中间还有99项怎么办 所以我们在做探讨 这个公差的时候 你就是有点 有点类似像隔壁邻居 两个人去做相减 但是是后面的减前面的 这样大家注意到这一点 注意到这一点 那么 再来的话就是说 满足这个条件的 我们叫做等差数列 满足这个条件的 叫做等差数列 对不对 再来就是 这个固定的数 我们就给它取个名字 叫做什么 叫做等差数列的公差 来注意哦 我相信大家学过中文就知道 这个差这个字 我们也可以念成是 差 所以公差这两个字 也会变成公差 那公差是什么 公差就是像说 老师可能到班上说 现在老师的茶杯忘了带过来 有没有同学要出公差 帮老师去拿茶杯的 当然一般都小老师去拿了 但万一小老师刚好又不在 我们就征求志愿者 Valunteer这个志愿者 就是出一个公差 或者是学校 如果这个学府处 要办什么活动 发现这个篮球场 好像有些垃圾 来你们居使同学 派两个出来当公差 帮忙捡垃圾 先捡一捡 然后待会要进行球类比赛 那么这两个公差 可能可以 这个这个 记一个优点或什么 所以当我们在出公差的时候 一样这两个字 但是是念成差 可是在数学这边的等差数列 请特别注意 不要念成差 就要念成是差这个字 所以同样的字 我们在中文叫破音字 对不对 我想大家念中文念了那么久 所以等差数列不是公差 是叫做公差 那它的这个字的部分 是从哪里来的 从这个字来的 为什么会翻译成叫做公差 公差 公这个字是从common这个字来的 那差就是什么 difference 就difference 那所以我们的公差 它的如果在英文版课 就叫做common difference 叫common difference 这个字 这个字 所以我想这个只是名称 大家知道就好 老师不是叫你们去背单字 而是说从这个中文字的字面上看起来 你如果会搞不清楚 你就可以看一下它的英文的原文 英文的原文叫做difference 所以我们讲说两个同学站在一起 比如说两个同学到学校之后 可能站在一起 我们看着这两个 虽然说都一样穿制服 虽然说一样都是这个 这个拎着一个提袋或什么样的 可是两个人他就会觉得不太一样 那你会觉得他怎么不一样 就是你可能就把这两个人身上 譬如说一样的部分就把它剪掉 剩下来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difference的部分 就代表说 譬如说有个同学他可能戴了手表 另外一个同学没有戴手表 对不对 所以这个手表就是他们的一个差别的地方 譬如说有个同学戴眼镜 另外一个同学可能没有戴眼镜 那么这个眼镜就是一个差别的地方 两个人拎水壶 一个人拎的水壶比较大 可能是3000cc 另外一个同学拎的水壶比较小 可能是500cc 一个大一个小 这也是一个什么 差距 所以我们的差距这个字 就是用difference这个字来做一个形容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等差距的这边再做什么事情 画一下 来手向A1公差是d 所以这里就注意到 为什么公差用到d这个字母 小写字母的d 就是因为我们的英文是difference这个字 的字头 这个字头 所以数学很多的符号 它都会跟我们的英文的这个单字的头 那不一定是头 因为有时候可能很多字的字头都很像 对不对 它甚至有的时候就会用到两个字母或三个字母 来做一个设定 来做个设定 像我们的第四章 那个三角元素那一章里面 就最明显的 三角元素它的符号就都是三个字母的设定 sin cos tan 这样子 它就会用到三个字母的设定 它觉得一个字母不够 一个字母会跟别的 别的一些符号去产生了一些打架 这样就要设定 三个字母就会不一样 来那么 我们去写这个数列的时候怎么写 第一个A1没有问题就首项嘛 对不对 然后再来A1加D A1加D什么意思 我们刚强调过 后项减前项就是 叫做公差 所以我们用A1加D去减掉A1 第二项减掉第一项 这个D就是产生的公差 同理 A1加两个D是第三项 你用第三个去减掉第一个 用第三个减第一个的时候 是不是A1消掉 2D减D就剩下D 对不对 再来第四项 A1加3D 它跟第三项的差别 是不是又是一个D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表达方法 从A1 然后呢 A1加D A1加两个D A1加三个D 来点点点代表什么 以此类推 后面很多很多很多 不想写了 就写点点点 所以我们观察这样的一个写法 第一项A1 然后第二项跟第一项就差了一个公差 有没有看到 加一个D 代表是我们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 就差了一个公差 再来第三项跟第二项 是不是又差了两个公差 再来第四项跟第三项 差了一个公差 三跟二差一 但是我们观察一下 如果三跟 一的时候 A1跟A1加2D 第三项跟第一项就差两个公差 同理你去观察如果第四项 跟第一项 是不是又差了三个公差 所以为什么强调说 后减前的时候 我们一定只能够差距是一个 你不能差到两个三个四个 这样减起来就不是公差 这要特别注意 这要特别注意 所以A1加D A1加2D A1加3D 后面就点点 以此类推 来所以刚才这个例子 首项是1的时候呢 公差是3 对不对 所以第一项1 第二项就是4 有没有注意到 1加3等于4 其实也就是4减1等于3 我们依照公差的角度 4减1叫做2减第二项减第一项 再来从4到第三项变成什么 再加3 我越来越多3 对不对 所以4加3变成7 7加3变成10 10加3变成13 所以你如果以加法的角度来看 就是从第一项开始 加一个公差 再加一个公差 再加一个公差 以此类推 但是我们讨论公差的时候 必须是从后减前 从后去减前 不可以从前减后 这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 很多数学公式 它都是后面减前面 后面减前面 而不是前面减后面 包含它 回忆一下 我们在距离公式 或者是像上学期的那个 这都是上学期的 还有那个斜率公式也是一样 y2减y1 除以x2减x1 距离公式呢 什么根号 夸号x2减x1平方 加y2减y1平方 所以你的习惯上 如果可以掌握住这个特性 就是后面减前面 那么我们在计一些公式的时候 它就那个规律会比较像 规律会比较像 来那么 所以这样的一个写法上 A1加一个D到A2 A2再加一个D就到A3 所以老师刚才讲说 我们去观察A3跟A1的时候 它们的差距就是变成是两个D 两个D 一样道理 第四项的时候跟第一项就差几个D 差三个D 以此类推 来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推到一个公式很简单 第一项写到第五项的时候 中间加上四个公差 以此类推 所以我如果要加到第N项的时候 它就要加上N减一个公差 所以请注意我们第十页的中间 有一个方块对不对 很重要的一个公式 我们把它圈起来 然后把它推上来 等一下 我们把它推上来 看到很重要的公式哦 这个方块请同学一定要把它勾起来 这是我们在等差数列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式 这公式蛮重要的 真的很重要 要特别注意 什么呢 AN等于A1加N减1D AN等于A1加N减1D AN什么意思 AN它就是 你可以把它叫做最后一项 因为譬如说N如果500 这个数列500项 所以你的A500就最后一个 对不对 那么它会等于多少 A1就第一项首项 我们刚刚讲班长就是A1 加上什么 N减1乘以D 这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说我的最后一项AN 跟我的第一项的A1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的下面就是N跟E 对不对 这两个相减N减1 就是后面这边的N减1 代表说什么 相差的N减1个D 所以这边写两个字上去 什么呢 叫做差距 差距什么 差距的N减1 这可以把它看成什么 看成一个倍数 倍数的倍 然后的什么 D 所以这个公式为什么强调很重要 就是说DAN项 跟排在最前面的A1这一项 这两项的差距 这两项的差距是N减1倍的D N减1倍的D 所以我们写成AN等于A1加N减1D 来注意这公式也有人怎么写 也有人会把它写成说 像这边老师把它写一下 就变成是什么 变成是AN减掉什么 A1会等于 夸号N减1在夸号在D 所以也有人把这公式写成像这个样子 就是把这个A1把它挪到左边的时候 就是AN项跟A1项 这两个做减法的差距是N减1倍的D 所以老师为什么后面写这个叫做差距的部分 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不同的两项之间 它的差距是差了几倍的公差 所以今天假设 比如说我们讲A500好了 A500跟A1 什么意思 他们就差了499个公差 对不对 那500可能太大 我们讲小一点 比如说A5 A5跟A1差多少 我们刚刚看到上面这边就差到 5减1多少 4个公差 A5跟A1就差了4个公差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来 所以这时候你看最后一行这边所写的 如果这等差数列只有N项 那么这个数列就是A1 A1加D A1加2D一直到什么 A1加N减1D 这个表达法上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表达 A1 A1加D 也就是说我们就不写A2了 我们就直接去写成A1跟D 也不写A3了 我们就直接写成A1加两个D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这样来做表达 所以请大家把第10页中间这个公式 拜托 一定要勾起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式 你学了等差不能说连这个公式都不会 那这样就等于没有学 等于没有学 所以首项A1公差是低的时候 它的一般项 注意 一般项三个字 我们上一节强调过 你可以把一般项看成什么 就看成好像在讲一个公式的感觉 就是说这个等差数列 它的 写错了 这个等差数列 它的公式是什么 它的计算公式 讲白了 公式就是要算了 对不对 它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就是用 An等于A1加N减1D来算 这个一般项就把它看成是一个计算公式就对了 所以说你如果看一般项觉得好像 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想成说 它是一个计算的公式 它是一个计算公式 好 那所以像后面这个图 我刚刚也跟大家讲过 你以第一项为准 它跟后面这些项的差距差了多少 对不对 一个D第二项 两个D第三项 三个D第四项 一直到N减一个D 就差距多少 An项 所以第十页的公式 我们再次强调 请农学一定要记得 把它勾起来 把它勾起来 来下面我们先看一个例子 就是那个立体二这边 我们等笔的待会先跳过去 我们先把那个立体二的第一小题 是等差的这个把它做一下 来等一下 我在这边 把这个汇图清掉 老师先转到下一页 先看到第十一页的立体二这里 第十一页的立体二这边 看到第十页立体二 因为这是一个等差的例子 我们就先讲完等差之后 先来做这个就对了 先来做这个就对了 我们先看到第十页旁边的立体二的第一小题 写出一样写出什么 前五项 然后并求出什么 一般项 所以首项是2 公差是3 对不对 首项是2 公差是3 所以当然你的第一项是2 不用讲 就直接写A1等于2 再来公差是3 什么意思 代表说第二项跟第一项的差距是3 所以你可以用2加3等于5 A2就是什么 A1加D 2加3就等于5 好你有了第一项 有了第二项就可以推什么 第三项 A3呢 有没有注意到 A3跟A2其实就差一个D 有没有发现 也就是说我们的公差的概念是 两个连续 连续两项之间的差距 1跟2连续 2跟3连续 3跟4连续 4跟5连续 以此类推 所以A2这一项 它是2加3是5的时候 那A3是什么 A3的话是A2再加一个公差 所以现在公差是3 对不对 所以A2是5 5加3就是8 那你可以回想一下 我们这个A3只能这样做吗 我们只能够用A2去加D吗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想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说 这个A3可以去想成什么 我还是把它写一下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A3去写成什么 去写成首相是2 对不对 2去加上 忘了切换 2去加上 注意哦 A3跟A1是不是相差两个D 变成2 乘以 现在D多少 D是3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2加上2乘3 2加上2乘3 然后不要忘记了 先乘除 后加减 所以乘起来是6 加2等于多少 8 这样等于8 所以我们第二小题的 例题二的第一小题这边 要去写第三项的时候 你除了像课本这样写的方法之外 5加3等于8之外 也可以用2加上2加3 也是等于8 有没有看到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都不冲突 一个是从第二项写第三项 一个是从第一项写第三项 都正确 都可以 都可以 来所以同样道理看第四项的时候 因为他写前五项 A4会等于A3加D 所以他用相同模式去带 A3加D的时候 A3已经做出来是8 所以8加3等于多少11 8加3等于11 所以一样道理 我们那边老师不写 你如果这个A4去写成像刚才这个模式是什么 2加上3乘以3 因为第四项跟第一项是相差的三个公差 所以2加上三个公差是多少 9 差一个公差是3吧 所以现在差上一个公差是9 所以你也可以从2加9等于11 所以我们的第四项 你也可以把它去想成叫做什么 想成叫做2加9 也是等于多少11 那当然这个9的原因是什么 3乘3的原因 这个9的原因是3乘3的原因 所以老师只要强调就是说 课本这边所写的这个 它也是一种写法 那它这样的写法就是 两个隔壁邻居之间去做一个计算 2跟1 3跟2 4跟3 5跟4之类的 但今天有的时候 我们并不见得一定每一次 都要用隔壁邻居来算 对不对 我可能我就直接跟第一项来比就好了 第四项跟第一项 差距三个公差 4减1是3 对不对 这边就3 所以第一个3就是4减1来的 那差距三个公差 每一个公差多少 3 所以答案就是2加上3乘3 这样也是11 这是OK的 这是OK的 在第五项的话 一只类堆 A5 A4加D 所以你都一路加下去 11加3就是14 就是14 就可以一只类堆 可以一只类堆 来那么 当然第五项也可以去写什么 首项2 套刚才这两个的模式 变成是2加上4乘3 我想这老师不写了 你自己对照一下 2加上4乘3 4312再加2 所以答案一样是多少 14 答案一样是14 所以像这样子符合这个规定 符合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一个公式也好 或者是说符合这样的一个计算的原则的 我们就叫做等差数列 等差数列 特别记得不要给我念成等差数列 在这个地方没有破音字 它就是差而已 所以这要特别记得 你可以不见得很会算数学 但是不要在表达的时候 表达了一个错误的东西出来 这样就会觉得不太好 等一下想说 这老师怎么都没有提醒你们怎么念 对不对 你至少要会念对 你不能念一个错字什么的 这样就很奇怪 所以老师强调就是说 各个单元的题目出来 有的简单有的容易 有的困难 这个都不管 你可能当然有东西困难的就做不出来 简单的可能就加多少做一点 但是一些表达上的符号要怎么写 比如说我们该写什么 加减符号 该写逗点 该大写大写 该小写小写 这些一些比较细微的地方 大家要注意 大家要注意 来我们下一段 我们就看回来第十页的 这边我们看到的等笔数列 我们把资料推回来 等一下 来上面这一段的等笔数列这边 等笔数列这边 来等笔数列请注意 它的说明这里 后项除前项 所得的笔值是定值 来这边老师也是把它画一个重点一下 来一样框起来 后项除以前项 因为是做除法 就会有个比例关系 就会得到一个笔值 笔值是一个固定的数 笔值是一个固定的数 那这句话 你跟刚才最上面去对照一下 你会发现很像 刚才上面是什么 等一下 放在这里 后项减前项所得的差 你会发现这框的是一样的 后减前的差是定值 叫等差数列 那现在就变成什么 后除前 所以等笔数列顾名思义 等还是一样是相等的意思 笔就是什么 笔就是笔利笔值 所以这里请同学特别特别注意 把它加上去 在这里 所以笔的意思是什么 它就是指的是笔利 或者是什么 笔值 那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就把它叫做笔 你不管笔利或笔值 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讲 一个字就叫做笔 就叫做笔 然后呢 它的这个单字 老师也是需要你们记一下 RATIO 这个字叫做RATIO RATIO就是我们的笔值的这个单字 那这个RATIO这个字 我相信以后会常常看到 尤其这个 有一部分同学可能要准备去读社会主 你的目标是要去读商学院 去读一些什么什么 财务管理 国际贸易 在商学院里面的这个RATIO 这个字就常常会看到 因为你要做厨法 你要去比什么 譬如说到时候 要去做一个报表 说我们现在2022年 对不对 好 2021年已经结束了 所以我们去探讨板要求你说 你去探讨一下2021年的时候 7到12月下半年 还有1到6月上半年 上半年跟下半年 他们做生意 做到后来赚了多少钱 或者是赔了多少钱 或者是赚的比例是多少 这样子去做比较 就要用到RATIO这个概念 或者是我刚刚讲说 你同一个公司 去年的上半年跟下半年 那今天好你公司比完之后 他可能会跟你讲说 那我这个另外的公司 他的报表出来 跟别人的公司去比 他一样去年的上半年跟下半年 有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有什么样的一个赚钱 或者是赔钱的记录 我们去做两家公司 可以去比一比 那么看看哪一家公司 可能比较算是比较好的公司 另外那可能这个相对之下 有家可能他的比例就比较差 他就赔钱这样子 所以RATIO这个字是蛮常用到的 蛮常用到的 好那么符合这样的特性 就叫做等比数列 也就是说这个比例 是相等的一个概念 等比数列 我们就叫做公比 来所以注意哦 公比的单字 就刚刚老师写这个RATIO 这个字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这是蛮重要的 那所以我们在表达这个公比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到小R这个字 就用到小R这个字来表达这个公比 来表达这个公比 那而且 而且我们的那个 在书写上 在书写上 大家看到最下面这边 在书写上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是 来把它关掉 打开 A1第一项对不对 A1加 对不起 A1乘R 注意乘R A1R平方 A1R三方 来注意哦 现在在做等比数列 我们是用除法来做计算 对不对 所以 后项跟前项做完除法 就相当于 写了第一项之后 第二项是把第一项去乘上这个R 所以A1R的意思是相乘的意思 好 乘了一个R之后 再乘第二个 从第二项再乘到第三项 再多一个R 就变成A1R平方 A1R平方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所以等比数列 它的一个 一个表达上面 它的这个这个式子呢 是用 乘法除法的概念来表达 那你可以对照下 我们刚才在 上一段的 除法这边的时候 除法这边的时候 就是用加减 用加减号来表达 用加减号来表达 有没有发现 所以等差数列 会用加减号来写 但是等比数列 就是用 乘号除号来写 乘号除号来写 这个是要强调的 来我把那个 注记把它削掉 然后我们看下一页 来我们接下来看到 第十一页 它第十一页这边 等一下 要推上去 我们看第十一页这边 所举的例子 看到第十一页这边 所举的例子 来 例如 首项是一 公笔是三 对不对 所以第一项是一 第二项是一 乘三就是三 反过来 三除一是不是就是三 所以记得 公笔怎么算 后除浅 所以 从前项到后项 就要做成法 从后项到前项 就要做除法 所以一乘三是三 三除一是三 对不对 再来 三乘三是九 第二项到第三项 是变成九 所以九除三又是三 反回来就做除法 再来 九乘三变二十七 第三项到第四项 变成二十七 好 所以你从前面写过来 就一直乘三 我从后面写回来 就是一直做除法 这样子一个想法就对了 这样一个想法 来 所以一样到底 观察一个事情什么呢 我们的第一项好了 一样从第一项开始算 我们的第五项 八十一 一跟八十一差了多少 我们是不是 这个R是不是乘了四次 一个R 两个R 三个R 四个R 所以 它要乘上四个公比 到第五项的时候 乘上四个公比 那以此类推 我如果是到第N项呢 就乘上N-1个公比 就乘上N-1个公比 所以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一个 所谓的叫做 一般项的一个公式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请同学 务必 我们把它推上来 把那个 先清掉 来 我们注意到 11页的这里 等比数列的 一般项公司 也是请你把它 勾起来 画个星星 很重要的公司 叫什么呢 AN等于 A1 乘以R的 N-1次方 AN等于 A1 乘以R的 N-1次方 那么 你一定要跟 我们的 前面的等差 去做对比 等差是什么 AN等于 A1加法 注意 是加法 不是乘法 加上 N-1倍的D 这个N-1它不是次方 它跑到的系数 那所以 因为做乘法 它就变成是跑到次方 所以 为什么等比数列的题目 大概来讲 会比等差的 难一点的原因 就这样子 因为等比 它是一个 乘除关系 这要牵涉 有时候这个次方 如果大一点的时候 会牵涉到 那个指数率 我们上学期 有上过这个指数率 对不对 什么R三方 R九方 那个有时候 你就要多乘几次 多乘几次 这样子 来那么 后面这个表 一样看一下 A1到A2的时候 乘R 到A3乘以R平方 到A4乘以R三方 所以反回来 A2除A1 就是等于R A3除A2 就是R 对不对 隔壁邻居两个 都是XR倍 XR倍 那所以你以第一个 跟最后来看的时候 我是N嘛 你是E嘛 就差了几个 差了N减1个 就会差了N减1个 差了N减1个R R在干什么 做乘法关系 所以叫做R的N减1次方 R的N减1次方 这些人会特别注意 这些人会特别注意 来最后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把刚才的立体二的 第二小题做完 大概就差不多了 大概就告个段落 来我们看到下面的 诶 这没有关系 来我们先 看到立体二的第二小题 我们看立体二第二小题 这边 第一小题刚才已经做过 对不对 他等比数列的首项是1 首项之1的时候呢 他说 公比是1分之1 那请问他的前五项 还有所谓的一般项 他的前五项 还有什么一般项 对不对 所以第一项1 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对不对 第一项一定就是1嘛 第二项怎么办 来记得哦 写完第一项自责 要像老师刚才一样加一个斗点 当然老师加这个斗点长了一点 刚刚不小心拖了一下 太长 那不用写那么长 不要写那么长 来再来 第二项跟第一项 就是第一项乘以一个R倍 就得到第二项 所以第二项其实就是多少 就是2分之一吧 就是2分之一 第二项就2分之一 我们就直接写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到再一个斗点 对不对 再来 第二项到第三项 又再多一个R倍 2分之一再乘2分之一 大家多少 4分之一 就接着写 我们就接着写 4分之一 好 写完一样 记得加斗点哦 记得加斗点哦 好 再来 1到2 2到3 3到4 所以3到4 是不是又要再乘2分之一 因为你反过来 4除以3 就要等于2分之一嘛 对不对 所以 把4分之一乘2分之一 答案变得到 8分之一 好 那接着写 哦 8分之一 记得哦 加斗点 加一个斗点 代表说 4分之一跟8分之一 这两个数字的中间 有一个斗点 代表说 你是你 我是我 我们两个不可以 混在一起 你今天如果没有 这个斗点的时候 比如说 把橡皮杂把擦掉 我把这个斗点擦掉 4分之一 8分之一 中间什么都没有 这样代表什么呢 这样代表做惩罚吗 还是代表说 你要写加减号忘了写呢 还是甚至 有没有可能 有的人会觉得说 他是不是很可能 他说 他是两个连起来 48分之11呢 但是不小心写断掉了 所以大家特别注意 就是说 为什么要强调 我们该写的东西 你不要把它写错 你不要把它写错 写错就很麻烦 我们旁边的人 在看的时候就看不懂 看不懂 该写什么写什么 来最后第五项写完 三十二分之一 对不起 八乘二 是十六分之一 不是八乘四 来变成十六分之一 对不对 你可以自己跟我们的 十二页这边的 那个 翻过去 十二页这边就有答案 可以自己把它对一下 自己把它对一下 然后再来最后 还没完 写出前五项之后 还要写什么 一般项 对不对 写出我们的一般项 对不对 所以这边一般项 我们回来看一下 来我们换到下一页这边 来十二页上面这边 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立体二的第二小几 把它缩小一点 哇 怎么会动 来我们立体二的第二小几 十二页这边的下面这里 好 刚刚我们已经写过了 刚刚已经写过了 就是我们的那个 第二项是二分之一 第三项四分之一 第四项多少 八分之一 第五项多少 十六分之一 所以它的前五项就写完了 来重点在后面 第一半一般项是什么东西 首项 一万是一嘛 对不对 乘以二分之一 现在二分之一是公比 有n减一次方 所以一乘以二分之一的n减一次方 那么我们为什么只有写成 二的n减一次方 这个一为什么不写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的 这个公比是二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想 当我去写n减一次方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分开来 一也是n减一次方 二也是n减一次方 所以只有二有n减一次方 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来 老师发现 小于一分钟 来我们赶快照相了 要不然等一下被它切断 来 大家开镜头 赶快赶快赶快 他切断 没有照相 我们就没有进入 好 瑶蜕而 祝开心 何景成 黄树瑜 温志明 来 赶快 张瑞哲 瑶蜕而 何景成 咸 昨天 都 都 赶快 疯 之